櫻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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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姊夫 今天姊夫的厨房工具箱 要示范 如何分解一只拳鸡 和去骨去皮 在這之前 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拳鸡的構造 然後 這是雞脖子 相信大家都認識 接下來就比較重要了 是翅膀的關節部分 這邊 有個肩胛骨 用摸的就可以摸出來 連接著雞翅關節 這兩片 是雞胸 待會我會取下來 這邊是雞椎 待會我會從這邊畫一刀 這是雞大腿 關節在這裡 這是雞屁股 這是雞腳 然後這邊還有關節 自己刀子 你不認為自己順手習慣了就好 好 我們這次開始 先把雞頭和脖子切掉 把雞油都取出來 把雞油都取出來 這些都是寶 不要丟掉喔 把雞翅取下來 從這裡畫一刀 反則 露出韌帶 再畫幾刀 切斷韌帶 取下雞翅 另外一邊 也用同樣的方式 現在要取下雞腳 現在要取下雞腳 這裡有韌帶 從這邊把它切斷 另一邊也用相同的方式 從這裡 背後畫一刀到底 現在要取下雞腿 現在要取下雞腿 雞腿接近雞屁股的位置 畫一刀 這裡也畫一刀 把雞皮畫開 另外一邊也一樣 反則 露出韌帶 在這裡 這裡有一小塊肉 很好吃 要留下來喔 切斷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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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畫一刀 把雞腿撕下來 另外一邊也一樣 另外一邊也一樣 先找出關節 再切斷韌帶 先帶來取雞胸 先把雞皮撕下來 先帶來取雞胸 這裡是鎖骨 從這裡順著骨頭 切到底 胸骨 胸骨露出來 畫兩刀到底 畫兩刀到底 從這裡畫開 握住雞胸 撕下來 這邊也一樣 先把雞腿撕下來 吃下來 好囉 雞胸和雞腿都取下來了 接下來 解副示範 把雞腿去骨 用刀尖 用刀尖 順著雞腿骨 畫一刀 要劍骨 再把雞腿骨撕出來 要看得清楚 再從骨頭的另一邊 也畫一刀 用刀子 把大腿骨旁邊的肉 分開 關節的部分 關節的部分 也用刀子 把肉分開 用刀背 瞧斷這裡 反折 再用刀 壓著骨頭 拉開 用刀稍微畫一下 骨頭就取下來了 最後 最後 剪副再示範 把雞腿去皮 這是另外去骨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參考參考 好 好了 一整隻雞我們都處理完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下支影片 再用這些雞骨頭 分享雞骨高湯 姐夫的廚房工具箱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